今日是英國結束管治香港17周年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遊行,抗議中共在過去17年來 不斷蠶食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透過威嚇手段恐嚇香港人 並要求在政改方案加入公民提名,以及廢除功能組別 在佔領中環一觸即發的情況下,中環不少機構都做好部署 是遮打到這間會所,就用鋼板將正門為封 而在附近平日假日都照常營業的名店 今日很多都沒有開門營業 部分更將平時放在廚窗的名貴貨品收起,或用布簾遮上 在匯豐銀行總行,銀行落上了鋼閘,將地面的廣場封閉,不讓人通過 遊行在下午3點開始,但在下午2點多,港鐵天候和銅鑼灣站 就已擠到水舍不通,港鐵在車站內實施人流管制 隊員在下午3點半正式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 遊行到中環遮打渡行人專用區 龍頭經過時,在場群眾都拍掌歡呼 遊行隊伍進展緩慢,用了二十多分鐘 都還未去到銅鑼灣軒尼斯道崇光百火對開 原因是警方一直都不願意開放全部六條行車線 被遊行隊伍通過 加上不少人都選擇在中途插隊 所以龍頭都未通過,兩旁都已經站滿市民 今天行頭的是姓小眾團體 有關團體請來藝人王耀明和何韻詩在街頭站台 突然期來的一本白皮書 間接造就79萬名市民 參加佔影中環運動發起的民間政改公投 雖然投票數字出乎意料地之外高 他們三個始終都不敢掉以輕心 繼續爭取市民支持 下午5時左右的一場大雨 將不少遊行人士都殺過措手不及 期間隊伍曾經因為大雨關係而停下來 遊行隊伍之後繼續前進 大約傍晚6時45分左右 抵達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集會 港府下午發表聲明回應七一遊行 表示尊重市民以和平方式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權利 對於社會上提出的公民提名 發言人說任何妖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 在政治上都難以取得共識和落實 學民思潮和學聯已表明今晚會佔領遮打道 及行政長官辦公室要求政府回應普選訴求 不過警方已表明有關集會是不合法的 屆時會依法處理 大會晚上11點左右公布遊行數字 聲稱有51萬人參加 警方表示最高峰時有大約92千人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報導 6.4.11文字幕開始 就是頒住奔 什麼文字幕在抗議 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說